裡面 你看它裡面就很深 然後就是顏色很深 那個就是水分的部分 挖開乾巴巴的裱土 裡面好濕潤 秘密藏在地下管線 現在看它還是乾的 它管路的附近就是會比較濕 你看到土壤 這樣其實滿鬆軟的 因為我們在滲透水跟養分的時候 它開始管子裡面是空的 然後你水一給它以後 它氣會噴出來 維持土壤一直有空氣 土裡的滲透管冒出的不只是水 還有營養液 這是一套模仿人體血液循環的 仿生農業科技 那個馬達然後抽到那個衛生桶 這系統是在功能像胃的消化槽 發酵營養液 馬達扮演心臟 把營養液存於位置比較高的桶子 利用胃能叉 把液體送到大管線和滲透管 功能像是動脈跟尾血管 這系統是施行自然農法的陽耗 也比方夫妻良 多年來不斷設計改良 對大環境 對人 對土地 全部都是有這樣的一個幫助 天地人同步健康療育 對 這就是我們理念 我們的初衷 它在這邊的水分的管理 我個人覺得它做的是非常棒 因為它是用管路的方式 跟直接吸收到的 那一點都不浪費 溫室配合仿生系統 節省了75%的灌溉水 更運用植物混種克服寵害 讓這片沙土年年都能種單身 這是今年的第八年的連作單身 第八年喔 很神奇 就是沒有另外再 絕對沒有克土 就是用園區裡面原本的土壤而已 人家說三人磨一劍 我們三十幾年也是在磨一劍 全家在磨這一個劍 為了這個農業夢不斷尋找盟友 找到了高雄智光小林 阿嬤的家外種滿了雞腳刺 這是莫拉克風災前的小林村 很常見的植物 不只種在日光小林永久屋 阿公特地租田種下的南國祭 是屬於俗稱雞腳刺這類 即可植物的一種 這台灣常見的藥用植物 全株有毒 早期部落物資缺乏 常以根部釀酒 雞腳刺有山林的感情 也是部落的回憶 葉碧芳的媳婦林瑩說 從山上遷居永久屋的雞腳刺 像極了小林村民 他們有一種跟雞腳刺 感覺很像的一種 你看它有花 但它又有刺 然後它又可以有 很強韧的生命力 它又可以給你很多的能量 我覺得他們小林村的村民 給我跟雞腳刺 很類似一樣這樣的感覺 自然農法企業 成了飲食文化保留的助力 雙方合作 釀出代表小林的酒 這裡面裝的不只是雞腳刺的風味 還有小林村民的傳統和未來 好 好 好 現在 不錯 我們 ус 好像 iving 好的 不用 ^^ 海